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财经会演节目 今天的财经新闻我们将会说到以下的内容 二十大报告中经济退位了 习近平强调一个问题凸显出他最大的恐惧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大谈成就 民众忍无可忍 现在习近平的科技梦要彻底粉碎了 因为高阶科技人才都跑了 前美国驻欧洲司令预估 乌克兰明年夏天可以收复克里米亚 法国烈油厂持续罢工 马克龙政府面临社会动荡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吧 11月16号中共二十大开幕 习近平的报告中没有提到 以往党代会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但是对国家安全的强调明显增多 这显示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习近平最大的担忧 根据路透社的计算 习近平在口述报告中提到维护安全 或者是安全字眼的次数高达89次 而提到国家安全的次数则更频繁 根据党媒新华社的报道 习近平提出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另外习近平还17次提到了斗争 据路透社的报道 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 从14大到19大 经济发展每次都被明确称为党的核心使命 然而这一次没有这样提 重点反而是在完整和全面的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兰则认为 习近平很显然最关注的是安全 习近平的说法显示 中国好像面临许多的危险 国家就像处在战争状态般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也指出 在习近平今年的讲话中 稳定比以往变得更加重要 成了中共的目标 实际上经济议题已经被淡化 关于经济方面 习近平提到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而面对持续疲弱的中国楼市 中国20大报告中没有再提房住不炒 相比之下 5年前的19大报告中明确的提出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习近平还重申了共同富裕 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 何清山说 中共可能会借此对私人资本 施加更大的影响 虽然习近平不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但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 面临着重大的经济挑战 中国各地的封锁 房地产爆雷 以及美国对芯片的制裁 还有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 都让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 习近平在20大报告中强调 清零政策不会动摇 而在清零持续存在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趋势很难逆转 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对路透社表示 也许最终中国将经历衰退或其他危机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社会动荡和不公正将更加频繁发生 路透社说共产党的合法性建立在实现高增长之上 经济放缓可能会带来挑战 习近平在他的20大会议报告中提到 他任内的各项成果 以及未来5年经济产业发展的规划 专家指出数据对不上号 民意反应已经忍无可忍 习近平称10年前 中国面对的形势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亟待解决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 经济专家谢田教授指出 习近平的意思是 原来有很多的问题 他上任以后做得很好 是当着下面胡锦涛的面打了胡锦涛的脸 习近平又称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人民币增长到114万亿元 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 提高了7.2% 稳居世界第二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39,800元增加到81,000元 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及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生指出 习近平任内的一些措施不是那些量化指标能够佐证的 因为基本上量化指标都不支持他现在的一些说法 邱达生向希望之声分析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 主因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反而在历任的领导人里习近平的任内 中国经济增长的功能无法持续 让本来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遇到最大的阻碍 他的措施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美中贸易战的时候 他强硬的一个应对 让中国遭受到第一波的逆风 影响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的动能 也是因此让中国在取得高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受到阻碍 第二部分是在疫情期间采取严格的封控跟清零措施 在他的任内出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最低的经济成长率 谢田向希望之声表示 2012年习近平刚上台时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约是9% 10% 当然中共所有的经济资料都有造假 但习近平第一任期最后的一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6% 5% 他分析 习近平也提到未来5年经济产业发展规划 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推进新型工业化 并着力于成为制造业 航态 交通 数位等领域的强国 邱大声强调 特别在习近平担任领导人之后的战狼式措施 以及种种以国家安全理由对外资的限制 一方面让外资在投资中国经营方面会有却步 也会限制本身取得技术的机会 谢田指出 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 打击民间私人 中小企业 把权力收回到中共权贵手中 倒行逆施 外交战狼政策使中国迅速成为 美国和西方国家 觉醒以后开始瞄准的敌人 在美国贸易战之下 产业链迅速离开中国 现在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0% 上千万上亿的年轻年中年人选择躺平了 又要加上他这种粗暴野蛮的青年政策 导致经济陷入衰退 如此种种 习近平希望聘请全球的人才赢得开发本土晶片技术的愿望 却被美国最新的禁令打碎了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讲话中称 中国将努力吸引各界优秀的人才 实现国家的雄心壮志 他暗示需要国际人才帮助中国工业发展 但美国日前发布范围广泛的最新禁令措施 包括限制华裔美国人 美国公民和拥有绿卡人士为中国企业工作 导致多家国际大厂已经决定撤出美籍员工 这意味着习近平的科技大梦将彻底破碎 美国对中国出口半导体的新禁令 扩展到美国人未经允许 不得与大陆半导体企业与实体有接触 消息一出 与半导体相关联的大企业 马上决定从中国企业撤出美籍员工 以符合这些规定 这些企业包括 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工具制造商 荷兰的阿斯麦公司 美国的柯林研发 应用材料公司和柯磊半导体公司 彭博社引用数据技术服务公司 天眼查的文件显示 中国主要半导体公司的首席执行长和创始人 都毕业于美国大学 并曾经在西谷等企业工作过 这些中国公司包括 中微半导体 加星斯达半导体 SRIP微电子科技 圣邦微电子 品星科技和蓝企科技等 此事也引起大陆社群的热烈讨论 推特上超过百万追踪的时事评论家 Lidang直言 大陆半导体在此状态下 将陷入瘫痪 彻底崩溃 所有在大陆的美国半导体人才 都必须做出抉择 美国财经新闻网站 Benzenga引述分析认为 中国半导体制造的半壁江山 已经全面崩溃 一丁点都没有剩的 迈入价值归零 前美军驻欧洲部队司令霍吉斯 周日接受德国法兰克福广讯报访问时表示 连接克里米亚半岛与俄国本土的克斥大桥 日前发生爆炸 这在军事上是一个具有重大的 象征意义的行动 未来乌克兰还可能采取类似的行动 他强调 乌克兰不论在意志力或者是后勤 都远远的胜过俄罗斯 他认为最迟明年夏天 乌军将收复克里米亚半岛 霍吉斯指出 克斥大桥以及重要的港口 马里乌波尔周围的铁路交通枢纽 现在全成了乌军攻击的对象 严重影响俄军的补给线 乌军已经拿下进攻的主导权 俄军很可能无法扭转情势 霍吉斯坦言 包括他自己在内 西方多年来高估了俄军的军力 然而俄军至今犯下了四大严重错误 包含以为在战争初期就能拿下首都基辅 并研判西方社会会保持沉默 低估了被国际社会制裁和孤立的代价 并且误认为可以一箭双雕 在吞并乌克兰的同时 使北约成员国四分五裂 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由于通胀居高不下 法国总统马克龙政府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 16日有数以千计的人上街抗议物价飙升 好几个工会呼吁举行大罢工 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领袖梅兰雄 也支持一些工会对18日举行大罢工的要求 法国总理博尔内16日告诉媒体 如果17日局势仍然紧张 那么当局将继续发布强制征用令 法国政府从11日开始对部分炼油厂罢工者 启动强制征用令以保证油料供应 被征用的工人必须打开储油中心的阀门 让油罐车装满油后往加油站运送 否则将遭受刑事制裁 法国总理博尔内16日表示 可能会进一步启用征用程序 以解决供应问题 然而即使强制征用令有效 法国的油荒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法国政府表示 经过三周的罢工后 法国七分之三的炼油厂 和大约200座主要燃料库中的 其中五座都受到影响 游说团体法国企业运动主席 贝基厄告诉法国媒体 燃料短缺在持续一周 可能就会对经济产生真正的影响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 西方国家祭出了制裁 俄国则削减天然气供应作为回应 之后欧洲的电价一直在飙涨 欧盟各国领袖预定20号和21号 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 对能源价格飙涨 寻求共同因应的对策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关于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的新禁令 引发了中国网友大量的讨论 有人说新禁令能把中国的芯片业 有人说新的禁令能把中国的芯片业一棒子打死 但也有人认为拜登政府的新禁令漏洞百出 美国公司有很多空子可以钻 中共不会真正的担心 而反驳的观点认为 美国真要切割 啥漏洞也没用 对于这些争论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也希望您能捐款给希望之声媒体 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我是李源 我们下次再见